好,各位同学,我们接下来请看到55页的立体5这边 那讲立体5之前我们有几个类型先特别提一下 叫做所谓的不定型 那这些不定型的话就是你在做极限计算的时候呢 不能够直接把函数值做个代入 而是要先去做去处理 那哪些会有不定型 譬如说我们会产生无限大分之无限大零分之零 这种都是不存在的嘛,有没有误解 还有产生像这种无限大减无限大的这种不定型 那么我们就要去除掉不定型的因素才可以去做极限 所以这个去除不定型的因素我们就会做一些运算 就是回到55页这边所提的代数处理 我们看到立体5这边 计算加列极限的第一小题 x靠近20,x-2分之x2分之4 那像这个问题我们这个2你把带进去分母分子的时候 分母是不是2-2是0 分子是不是4-4也是0 所以这种就是属于叫做 第一小题就是属于叫做0分之0型的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不能直接带进去 因为它造成0分之0 所以我们就要先把它分子分母去做一个什么 约分 那x2-4我们去做一个分解之后 我们发现x-2就可以消掉 消掉之后是不是剩下1加2 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代入 它的极限就会等于4 就会等于4 下面我们请翻过来看到56月的第二小题 好56月第二小题的话呢也是一样 x分之1减掉x乘x加2分之2 当0这个点去做极限的时候 好我们要先检查一下 你把0带进来是变成0分之1减掉 0分之2 这样变成两个无解的数在相减 对不对 那它是不是就是不存在呢 请注意 像这种我们要先去做一个加减运算 让两个分子分母的分母先去做一个通分 所以第一个的分母x通分完成1加2 所以分子要乘1加2 然后这样子再去做一个分子的计算 a加2减2是不是变成剩下x 那这时候x跟x就可以消掉 变成再做x加2分之1找极限 那么这个0再带进去 0加2就变成是2分之1 分母就不会是0 所以像第二小题就很明显的就是说 我们让分母为0的这个部分 我们因为一些计算之后 让它会被消掉 把它排除掉之后再去算它的极限 来第三小题也是一样 limit x 靠性 0的时候呢 s分之根号s加1减1 对不对 那我们一样把0带进来算的时候 分母也是产生0 分子是不是根号s加1 0加1是1 所以分子的1减1也是0 所以它一样产生了0分之0型 那这种也是一样 要先去做一些带出运算 好怎么算 这个是有根号的 我们就记得去乘上什么 有理化 有理化这时候 因为它是在分子 所以这时候我们叫做有理化分子 减1就乘加1 注意这两个就是搭配它去乘的 根号s加1减1 就去乘根号s加1再加1 分子后一起乘 好所以这时候乘完之后分子 是不是 a加b乘1减b的一个平方公式 a方减b方的 那个测法公式 让它去写成 a加1减1 a加1减1 那这样子 1消掉之后 这s是不是就可以消掉 剩下谁 剩下根号s加1 再加1分之1 那这时候我们把0带进来的时候 0加1 是1码 1加1等于2 这样它的就不会造成了 这种0分之0的特殊情形 所以第56页的 第三小题要特别注意 这种就是一个很标准的 我们利用根号的一个有理化 不管你是在分子或分母 我就把你会产生 这种 5解的0分之0的这种情形 把它排除掉 把它排除掉 好 下面我们要先讲立体6 我们待会这几个 虽然练习再一次讲 来看看立体6这边 已知Limiter s靠近1的时候呢 s减1分之s平方 加as加4 存在 求这个实数a 及这个极限的值 好 既然你说 这个极限值存在 对不对 我们把1带进来之后 发现是不是产生分母是0 那么就代表说 我这个x减1 可以跟分子的 这个二次方的式子呢 去做一个约分 所以代表说分子的 这个二次方的式子 它一定有x减1的什么 因式 分子必有x减1 可以跟它去产生约分 所以我们就类似 带一个于式定理 代表说分子 我x带1进去之后的 那个于式必须等于0 所以这边我们去做一个 f1等于0的计算 让它产生 1加a加4 1加a加4等于0 所以a2等于-5 好 a有了-5之后 我们带回来这边 s二方减为s加4 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可以做 因式分解 就是x减1乘a减4 注意 国中的因式分解 四字教程法 那么这时候 a减1就可以消掉 消掉之后 我们针对s减4 去做极限的计算 再把1带进去 1减4就等于-3 1减4就等于-3 所以立体6这边的重点 就是说 它告诉我们极限存在 所以代表这个分母 会产生0的 一定会被怎么样 消掉 消掉的话 我们代表说分子 这个二次式 它可以分解成 有一个a减1的一个 叫做因式 那么我们去做于式定理 来做一个反推这个a值 反推这个a值 好 下面老师把四个所要练习 我们都把它讲解一下 我们接着看到 所要练习的部分 来看看所要练习的第一个 它说呢 x靠近负1的时候 x加1分之 x二方加3一次加2 好 我们先检查一下 你在x等于负1带进去的时候 分母是不是变成负1加1等于0 分子变成1减3加2 也会等于0 所以我把x等于负1去做带入之后 会产生了0分之0 那就代表说 我们不能直接去做带入 我们要先去针对这个分子 去做一个因式分解 好 分子因式分解的部分 a十二方加3a十加2 我们是不是可以刚好分成 a十加1乘a十加2 用国中的因式分解 所以我们写回来这边 它的这个极限值呢 x靠近负1 a十加1分子分解成 a十加1乘a十加2 好 那么这时候是不是我们的 a十加1就可以怎么样 消掉 消掉之后没有a十加1 我们再去针对 这个a十加2做 极限的计算 所以答案就是把负1带进去 负1加2答案就等于1 负1加2答案就等于1 所以需要念写的第一小题答案等于1 我们接下来请看到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这边的话呢 一样先检查 在x靠近1的时候的极限 那首先这边分母有s-1 这边分母有a-1 所以是不是变成是 一个0分之多少 减0分之多少 这是变成了一个叫做 两个无解的一个式子在做相减 那所以你就不能直接做代入 我们就先去把 a-1分之2 减掉 a-1 2s加1 分之3s加3 我们这两个请你先去做 一个通分的计算 a-1 2s加1 请你先去做通分哦 那通分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第一个分母就没有 2s加1 我们就乘了2s加1 减掉后面这边是3s 所以这边减掉分子这边负的 会变正 正的会变负的变负3 所以变成 s-1乘2s加1 2乘2s 4s-3s是x 然后呢 2 再减3 多少 负1 所以这时候我们的1-1可以消掉 所以我们整个式子 也就是说写回来这边就变成 这个极限是针对谁在找 就是针对 2s加1来找 这个极限 针对2s加1来找极限 那所以我们再把这个1带进来 就变成是2加1等于3分之1 2加1等于3分之1 所以所要练习的第二小题的重点是 你1带进来之后两个分母都是0 所以一定要先去做一些合并加减合并 然后做一个约分 使得这个分母为0的这个式子把它弄掉 把它弄掉 来下面请看第三小题 第三小题的话呢 根号x2加4 看到根号的问题找极限 我们就要去检查说 这个根号里面是不是一个正的 只要它是正的 我们就可以直接带 所以我们的原式 limiter x靠近0 这就变成是0的二方加4 就等于limiter x靠近0 根号4 所以这答案就等于2 答案就等于2 只要不会使得根号里面产生的一个负数 产生虚数这种不合理的情形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做计算 直接做计算 最后我们只能看到五十个月下面这次要练习 它说如果有个limiter x靠近3 s-3分至x二方-s加a 会存在的时候 a等于多少 极限值等于多少 所以像这样子也是一样 我们先想成说 把这个3带进来 分母是不是变成0 那么就代表说 你分子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a-3把它弄掉 把它弄掉 所以我们的分子的部分 可以去做f3等于0 注意这就是我们的余式定理 我们可以产生有a-3的因式 我们把它做一下 9-3加a会等于多少 0 所以a等于多少 -6 a就等于-6 所以我们分子的部分做一个检查 x二方-x-6 是不是可以去分解成 a-3和x加2 a-3和x加2 所以我要找的这个极限值 a-3分支 a-3乘x加2 5 所以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把a-3去消掉 消掉之后我们再去做代入3加2 就等于多少 5 所以本题的极限等于5 好 那么a值是等于多少 -6 1值等于-6 这样了解了吗